歡迎回來繼續帶您看到 2022時大新聞的第三名 台積電兩年前敲定赴美投資設廠 12月在亞利桑那的遺跡典禮上 美國總統拜登 科技業重量級巨頭都到場 實際上美中科技戰加上地緣政治 已經帶動供應鏈大變遷 赴美投資的新東向熱潮 業界人士指出 這一波新東向 可能是新一波台灣產業升級的黃金十年 而台積電12月29號 在台灣南科的晶圓18場 塞奈米搶載年底順利宣布量產 除了化解外界去台化疑慮 也代表台積電在先進製程腳步 進入全新里程碑 迎來熱烈掌聲 美國總統拜登在台積電董事長 劉德英陪同下參觀廠房 12月6號這一天 千位衛兵起聚台積電 亞利桑那廠以及典禮 共同見證美國史上 規模最大的外國之間投資案 電台積〇ательно 英國肯定標 sorts 三基本臨凡 和 vib questi 三式雷 했습니다 令賀 bloom 新墨烈 閉賛電 Thema 20億 coûts 已一個十五百 企業所壹供 arrangement 指出 20億 在 蘋果歸達超維三大科技業CEO都到場 拜登多次稱讚台積電是美國製造業推售 台積電除了第一階段的5奈米製程 將推進到4奈米 也承諾第二期工程 將在當地打造3奈米晶圓廠 2026年投入生產 台積電製造業公司 美國媒體高度關注 更是因為這座位在鳳凰城北部的台積電廠房 原先周邊只是成片沙漠 當地人稱鳥不生蛋的地方 但在台積電廠效應下華麗大轉身 鳳凰城現在北邊有台積電 南邊有英特爾 也誕生不下於加州的沙漠矽谷美名 台積電半導體供應鏈 台特化 長春集團 李長榮化工 信宏科前往布局 環球晶12吋金原廠 也在德州新建供應大客戶 台積電所需 此外光照產業 交通運輸 金融業 台灣銀行 餐飲集團85度C 多家財商前進美國 這個區域經濟還有短鏈 短鏈的發生 那這個時候呢 再加上美國有所謂的再工業化 然後拜登總統去拜訪台積電 台積電的開工典禮之後 那逐漸的話這個風潮的話 會一直再往上走 台積電投資案加速新東向 投資熱潮 不過不是只有半導體龍頭 才能前去賺美金 新東向大聯盟執行長 陳孝昌就指出 台灣鋼鐵業上下游 早已經前往 還有電動車零組件 生衣材料產業 形成Bio AIoT Semiconductor ESG 四大產業新東向趨勢 有很多的台商 他以前的話在那邊是靠代理商 但是這一波下來的話 我們發現他們現在自動 邀請面對客戶 也就是說所謂的直銷美國 他們希望直接去建立 所謂的通路 半導體可能就是在Izona 然後比如說TI 這塊EV這塊的話 有可能就是在Deterry 今年三月份產學界投組 台灣新東向產學研聯盟協進會 由半導體製程材料通路商重約 半導體設備商返宣 和電感器大廠千儒 扮演領土羊 今年更是多次舉辦會議 希望台灣供應鏈 能在美國產業重組時機 取得投資先機 業界不只看3到5年 而是未來黃金10年浪潮 如果能夠幫助台灣的 把這些產品帶到美國去 服務在美國的這些半導體業者 我相信對台灣來講 也能夠在市場的 在這個世界的市場裡面 提供這樣的一個服務 是非常好的機會 他可能對台灣的整個產業的升級 或者是整個人均GDP的升等 或者整個世界的曝光度的話 絕對是比西進或者是南向 要來得更好的 紅海今年前進美國 在威斯康辛 俄亥俄 持續投資 買下當地Lotus Town廠房 商用皮卡就地美國製造 更在12月中旬 紅海正式出清 中國紫光池谷 台灣電子舞歌 從過去的秘而不宣 轉而高調討論 供應鏈移轉進行事 疫情跟中美貿易戰之後 科技產業的發展 已經脫離不了地人政治的影響 也就是這個地球在變 世界在變 經濟也跟著變 當它對製造業 付出的代價成本越來越高 那製造業的流動就是必然的 想在年底前 台積電高層也在南科的 晶圓十八場 宣布三奈米順利量產 一方面化解外界 所謂去台化疑慮 也代表台積電 在先進製程腳步 跨入三奈米全新里程碑 形成台美齊頭並進 台灣曾經瘋狂大西進 在中國一年投資 奪達四千億新台幣 但美中科技戰 地緣政治形塑在地供應鏈 西進中國成為絕向 反觀投資美國的新東向之路 儼然成形 一年前 新西徒 途復典